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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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Kat 今天會繼續上一集的行程 會去Puffin Billy小貨車 還會正式進入Philip Island看野生動物 那我們現在出發吧 本集內容是由 澳洲旅遊局Visit Victoria 和KK Day旅行社贊助 前一晚過來Earing Gorge Cottages 住了一晚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被日出的太陽殘醒了 一望出去 不得了啊 直接給大家看看 旅遊局 湖上還有武器咯 好像仙境那麼漂亮啊 這個Accomendation的環境 真的超級正 它是一間一間的小屋 內外也這麼漂亮咯 除了風景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小動物 例如說鸚鵡 牠們一見到人就會走過來 走來走去 可能是要找東西吃啊 而且有些鸚鵡 好像懂得看鏡頭 很聰明咯 另外一種在這裡很多的動物就是 袋鼠 通山走啊 這裡的袋鼠 不是特別小的品種 有些都挺大隻的 所以安全起見 不建議走近咯 體型比較小的會怕人的 一見到人就跳走 有些體型比較壯的 真的看到牠們全身肌肉 好像這幾隻一樣 那就不要去攪拌別人了 真的未必能打過牠們 這裡住的是一間間的木屋 私隱度也挺高的 露台有燒烤爐 即是只來看風景和BBQ也不錯的 裡面也是很大 一入門後就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這些是酒店準備的早餐 有一包菊類早餐 咖啡 和三款茶 還有麵包 和果醬 有很多種未選擇 菊類早餐 還有食譜可以參考 這間屋真是很舒服 正 浴缸還有SPA 這裡的接待柱 在Clubhouse 進去他的遊戲室玩了一會 有乒乓球和桌球 我打桌球完全不行 就行了 現在出發去Puffinbilly Puffinbilly 整條觀光火車線其實很長 最長可以由Belgrave坐到Jambrook 今次就不坐那麼遠了 會由Belgrave坐到Lexai 單程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會在Lexai站玩過年中 之後再坐火車回Belgrave 在Belgrave出發不久 就到了最熱門的打卡位 Tressel Bridge 下面很多人在拍照 這種古老的火車 我也是第一次坐 雖然有點搖來搖去 但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而且開得很慢 可以好好地看看山間的風景 途中會停一個站 就是Mansees Creek 這個站也是一個博物館和café 可以買來這個站的飛 但如果好像我這樣 買了去Lexai的飛 就不可以下車了 火車只會停一會 火車會途經 Share Brick Forest 裡面有一種樹 叫做Mountain Ash 它是安樹的一種 也是世界上其中一種最高的開花植物 這條鐵路其實跟花草樹木超級近 一段還可以居高臨下地看風景 到了Lexai站 車站旁邊有一個公園 還有一個遊客中心 特別要去一下這個遊客中心 英文裡面有一個地方 是介紹Puffin Billy歷史的 就是在遊客中心裡面的Lexai Hall 不要以為看歷史的東西會很悶 它做得挺生動的 前面這個就是Puffin Billy的故事 在噴氣的火車頭 是3A火車頭的複製品 而3A是Puffin Billy第一個火車頭 在1900年就開始運作了 有成一百二十多年歷史了 這條鐵路以前是真正用來運輸的鐵路 但在1953年的時候 鐵路原先發生了山泥傾瀉 再加上經濟因素 鐵路在第二年就開始停運了 不過 在1962年 鐵路就開始分段重開了 展廳的影片 是很詳細地介紹了這段歷史的 裡面也展示了很多古董 這個是以前印火車票的機器 而這個是以前用的餐車 保存得很好 原來Puffin Billy也叫做The Little Train 怪不像我偶爾也聽到有人叫這裡做小火車 走到餓就可以過來咖啡吃東西了 有些水果杯 壽司都有 這些包、蛋糕看上去都不錯 他們其實有一個Picnic Pack 可以帶出去外面的公園野餐 而那個Picnic Pack是要訂的 在紀念品店看到這些帽子 今天晚上陽光適合 有成人和小童兩個尺碼 這個也超實用 可以用來鋪草地野餐 Nexai站的外面就是公園 大家看到這座橋 就知道又是一個妥妥的打卡位 還可以看湖景 可以玩腳踏船 好像也挺好玩 好可愛 這個我塗了 但是那隻叫做白罐雞 但是雞車底有游泳嗎 走過少少見到燒烤爐 可以過來燒烤的 吃完東西可以在公園裡逛逛 這裡有很多調步行徑 裡面還有一些剪板介紹公園裡的生物 逛逛逛還看到有鴨仔過馬路 我記得前面那棵樹 之前秋天來的時候 它的樹葉是紅色的 公園裡有游泳池 也有九生園當值 是時候回到Belgrave 每次的火車經過有人的地方 都會有很多人在揮手 現在就出發去Philip Island 今晚會在Philip Island住的 今次就是住真的帳篷 住在Sheltered Glamping 住的帳篷的名字叫Gentle 作為一個帳篷來說 已經是紅華版 如果你平日很少去露蓮 而又想感受一下 來這裡就適合了 裡面有床有燈有暖氣 進去之後 記得把帳篷拉起來 不然會有昆蟲進來 這裡佈置得挺漂亮的 桌上連水都準備好 日後如果覺得熱的話 可以開這個窗 還有額外的皮 會用到的 這裡還有一些急救用品 找到這些積木 站 晚上開門的時候 都可以用來玩 洗手間是在外面的 每個帳篷都有屬於自己的洗手間和浴室 淋浴間有沐浴露 有鏡 最重要是有熱水 但是這裡上下通洞 洗手間就是這樣 有燈的 來之前我已經看中了它 有個燒火的盤 雖然它應該是用來燒火 然後會在一起聊天 但是在今天 它將會成為一個港式BBQ爐 剛剛在附近的超市 買了BBQ的食物 在這裡直接用木火BBQ 真棒 現在用的這種叉 是我自己帶的 一般超市是沒得買的 這裡晚上也很漂亮 還有如果晚上想出帳篷 可以用這個燈 又是新的一天了 又是五點多就醒了 這裡不只有小鳥叫 還有公雞叫 我發現動物真的很早起床 大家可能聽到會覺得 朱古力有什麼好看啊 但其實真的有些東西看的 在這裡可以除了買朱古力之外 還有一個Chocolate tour 裡面介紹了製造朱古力的過程 還有東西玩 這些是可可豆 其實隔著口罩什麼都聞不到 這個是用來看可可豆的 原來可可本身有這麼多油 這裡是把可可豆壓出來製造可可粉 製造朱古力真的不簡單 每一個步驟在這裡都可以試玩 這個厲害 是用朱古力砌的畫 還有很多類似的朱古力模型和遊戲 過來玩玩也挺有趣的 這裡是贏朱古力的遊戲區 張票上面有Credit可以玩的 YES 中了 玩不到不要緊 他們很良心的 裡面的職員不會被你空手而回 那麼慘 真的什麼都玩不到的話 他們會給你一些Credit 以及教你玩 贏到這些小木球 就可以拿去換朱古力了 這裡還可以自己畫朱古力 原來他們做朱古力的廠房就是在這裡 看起來也挺乾淨的 這部機算是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法去買朱古力 選了一個可樂味 不怕古怪的話也可以選Vegemai 又或者芥朱 Vegemai是一個澳洲很Local的醬 它本身是鹹的 最後成功獲得一包可樂味的朱古力 進去玩的話 早一點來會比較好 小人一點 出來就看看有什麼朱古力買 好像幾乎什麼類型的朱古力都有 有朱古力巴 松露朱古力 紐扣朱古力等等 還有無糖朱古力 這個買來做手上就適合了 只剩下一盒 有朱古力火鍋 有些想買回去 我剛才在巧克力 tour 最後買了一個可樂味的朱古力 我剛剛試了 它裡面真的有可樂味 而且味道還不錯 下一站來到Wine Food Farm & Cafe 這間咖啡是很特別的 不只是一間咖啡還有一個農場 咖啡裡面也有買一些他們自己種的香料 茶等等的產品 這個番茄果醬也是他們自己做的 加了檸檬香桃在裡面 有淡淡的檸檬香 這個是他們的香料盒 他們很注重環保 所以包裝都盡量簡單 裡面有果醬、茶和一些食用香料 走進他們這個熱帶魚臨區 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也可以租場在這裡舉辦活動 有一條小小的瀑布 然後來到他們的植物農場 很多他們買的香料 菜單上的蔬菜 都是他們自己種的 連那些放在咖啡裡面的植物裝飾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在門口就有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 這些是澳洲本土的品種 他們會用來做漢堡包裡面的菜 而這個在島上是很常見的 做茶的話有點像莫里花茶的味道 這裡種的植物 其實也有賣給其他廚師和學校等等 開始走向這個步行徑 裡面有一些剪板是介紹裡面的植物 細心看的話真的會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叫meat gin berries 剛剛開始開花 這種草零射堅能 可以用來織腩 這個果實有人用來做天然的顏料 但也是可食用的 而這種植物的果實 是可以用來做糖漿 味道有點像肉桂丁香 來這裡吃東西的朋友 真的可以看看食物裡面有什麼蔬菜香料 吃完出來農場散步 順便找他們出來 這棵就是剛剛果醬用到的檸檬香土樹 這個農場真的每樣都是補 今天只是走了一部分 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這間農場咖啡又可以玩一個下午了 參觀完環保的咖啡之後 現在去出海 這次不是一般的體驗 是看一大片招石 一次過看幾千隻野山海狗 這個碼頭的水 清得可以看到水底的招石 不說那麼多了 出發 船其實是沿著島上西南面走的 會看到明天要去那個小企我回潮的沙灘 以及會看到denobis南極展館 船程來回大概兩個小時 提到大家 如果大家平時有暈船 最好先吃雲朗丸 又或者戴這些雲朗手牙 其實我平時不會暈船 不過有備無患先戴上 終於到了看海狗的地方 叫做Seal Rocks 這裏是澳洲最大的海狗棲息地 真的超級多海狗 好壯觀 看不看到嗎 那裏有海狗在游泳 在這裏看了大約十多分鐘便回去 今天結束得比較早 去了帳篷附近的海灘看日落 這裏是Barris Beach附近 日落很漂亮 剛剛在這裏 遇到住在這裏的地方 他除了介紹這裏的風景很漂亮之外 還叫我千萬不要在這個海灘游泳 因為可能會有鯊魚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集會近距離去看樹紅和小奇我 不想錯過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我 和分享出去 拜拜